怦然心动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青春期爱情的电影 它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启蒙 带领观众重温那些懵懂的心跳时刻 影片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从初见到真正了解的过程 展示了两位主角从迷恋外表到欣赏灵魂的心路历程 这种情感转变不只是少年们对彼此的重新认识 也是他们在自我成长中的蛻变 朱莉一开始对布莱斯的爱慕 似乎是那种青春期常见的单纯好感 甚至带有一点对外表的迷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开始质疑自己最初的判断 特别是在那棵梧桐树事件后 朱莉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她意识到布莱斯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勇敢与真实 那棵树不仅是自然之美的象征 也是朱莉内心情感寄托的象征 她代表了她对生活与美的理解 而布莱斯的回避却让她看到了两人价值观的差异 这一段剧情给人带来一种淡淡的伤感 却也促使朱莉真正成长 与此同时布莱斯的成长则更为内敛且缓慢 她从一开始对朱莉的误解与逃避 到最后发现她的特别与美丽 经历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自我认知过程 她逐渐意识到朱莉与其他人不同 她勇敢独立且真实 这些特质让她重新审视自己对她的看法 影片最后 当布莱斯终于明白朱莉的重要性时 她心中产生的那份怦然心动 不再只是对她外貌的关注 而是一种对她整个人的深深欣赏 电影通过这样的双向成长 巧妙地展现了爱情与个人发展的关系 在年少时的爱情故事中 我们常常容易忽视真正重要的东西 迷失于表面的吸引力与情感的起伏 而怦然心动恰恰通过两个少年的情感经历 告诉我们成长的本质在于 学会如何看待和珍惜他人 如何发现隐藏在平凡生活中的美 影片最后 朱莉在院子里种下梧桐树苗的那一幕 充满了象征意义 那棵树不仅代表着他对布莱斯的感情 也象征着他内心的成长与成熟 种下的树苗如同他们的感情 在经历风雨后重新萌芽 这种生命的象征 给了整部影片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 让人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情感升华 怦然心动让我不断反思什么是真正的爱与理解 他告诉我们爱情的真正美丽在于内心深处的触动 是一种理解与欣赏的情感交织 而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往往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瞬间 而是那些细水长流 令人怦然心动的小事 正是这种细腻的情感表达